能过来打招吗 臭臭和你吗 美丽还你呢 太财力神打针技术太帅了我不去 干什么 打个针有那么害怕吗 今天我们按超能力打针 什么 按超能力打针 没错 超能力越厉害就能打到糖果针 你们谁先来展示超能力啊 我先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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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 我先来 分身术啊 不错 美丽 你呢 医生 分身术都不算什么 还是看看我的超能力吧 哇 美丽 骗大树呀 不错 不错 好了 好了 快回来回来 医生 我的超能力就是这个 灭吧 无线手套 哈哈哈哈 看来不用我说 你们也知道无线手套的厉害了 无线手套的人就是全能的存在 大婶 这个糖果针就给你了 菜菜医生 那我们呢 你们 那只能打爆辣火锅汤了 哇 我们也太差了吧 点击下方抖辣视频 观众一下呗 真啊 哼 捕头们都扎起誓来 让这些后生们看看我们的熊风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山河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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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是令人纹纹放在夏河府子的 四大名捕 噓 你们听 命令 快看看 写了什么 快看看 噓 嘶 嘶 衙门需要押送犯人一名 四大名捕只要一人可以押送 哇哇哇哇哇哇 听我继续说 需要你们四大名捕比赛做青龙掩跃刀 青龙掩跃刀 谁最后做出来 爱人就由谁押送 哇 圣冷血这速度果然名不虚传啊 看我这青龙掩跃刀如何 大气 现实 不错 大手笔 这把蜡条就由圣冷血去押送到玉皇大帝那里了 啥 蜡条 高 实在是高 搞了半天原来是衙门的套路啊 哎 又是慢慢成语了 点击下方抖牙视频 关注一下呗